歡迎 歡迎 董董臉書PO出奧運英雄們 回台搭機的畫面 要謝謝他們在奧運場上精彩的表現 但感謝當然不只有這樣 這次換我們國軍守護你們回來 空軍出動6架換上2000半飛 以每小時70萬的飛行成本計算 這一飛至少得花上600萬 但其實這不是第一次 用這種方式為體壇英雄喝彩 2018年亞運也曾經這麼做 保家衛國尋益台海 是他們必要的工作 這種放煙火的工作實在是不用的 不只立委就連資深媒體人周首康 也在臉書炮轟 與其花幾百萬出動戰機 不如投資選手發展比較實際 儘管有不少反彈聲浪 但似乎沒有影響到選手們的感動 羽球球後戴姿影跟金牌的王麒麟 不約而同PO出機上看到的半飛畫面 李洋也在現實動態分享 總統一大早送來的早餐 笑說這怎麼吃得完 王麒麟更放上健身器材的照片 說不怕吃胖了 不難看出國手們的好心情 但等著他們的還有國光獎金 像是拿到金牌的林洋佩 跟舉重女神國幸泉 能把2000萬獎金帶回家 安馬銀牌的李志凱1050萬 少見銀牌的湯志軍也有1000萬 小林同學林雲儒加一加能領950萬 至於拿銀牌的小袋戴姿影則是700萬 目前拿下二金四銀四銅的好成績 根據國光獎金的規定 打進前八強沒進四強都算第五名 也能拿150萬的獎金 算一算領1000萬以上的選手有五個人 500萬到999萬的10個 500萬以下也有12人 27位台灣選手一共可以拿走獎金 1億6325萬元 高報酬的背後是無數日子的努力積累 也是對奧運選手們無限的敬意 TVB新聞流利雄韋佳琪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